詞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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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有多久沒有再聽到你的消息 在茫茫人海裡怎麼相遇 爱怎么好去好散 和要怎样才圆满 爱情像一颗坠落的流星 I miss you so much 一遍遍说给自己听 I miss you so much 会不会突然想起我 I miss you so much 会不会突然想起我 小汉能不能让他们停止合作 合约已经签了 临时换人是不太可能的了 我只是觉得 宇哲的身份不太适合 做电视节目 做电视的人都比较 我不是说你 吃东西 老大 我们先走了 你也早点回家吧 三天 你让我不吃不喝不睡觉 不刷牙不洗脸 什么都不做我都来不及呀 你先走吧 我再待一会儿 哦 好 不是订了个十分钟的闹钟吗 怎么按掉之后又睡了那么久 明天就要交策划完了 再睡着就打住你的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喂 雨哲 你没在餐厅吗 我有个礼物想带给你 阿松说你不在 我今天来节目组这边开一个策划会 回头我再找你 是宋佳明节目的策划会吗 那赵涵在不在啊 对 对 就是那个 我 先不说了 我开会了 一页没睡啊 不通宵怎么看了那些资料啊 我后来不是发了翻译资料给你吗 你没看吗 谢谢你啊 本来四点钟就可以结束的 收到你的邮件 又研究到六点 那好 正好让我检查一下 你通宵研究的成果 不合格的话 我是不会合作的 马赛鱼汤 是所有去兰黛学习料理的学子要做的第一道菜 也是法国最经典 最普遍 也是最显功利的一道菜 上至贵族 夏至平民都非常地喜欢 料理的要义也就在于此 让普通的菜品经过精准的烹调 呈现最好的味道 那我们这一次的主题 就是围绕了这个平民料理的精准化 来首推的这个菜品 就是马赛鱼汤 及格了 什么意思啊 及格不是满分 满分 宇哲的及格就是满分 嘉明 太棒了 这次主题就这么定了 好 好 接下来由我为大家讲解一下 本次的拍摄理念 导演初不够小 这次的拍摄将会在景区的湖边进行 利用室外的光线和菜品的 新鲜 美观等特点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所以说 这次的拍摄跟我们平时的拍摄有所不同 我们平时是在内景拍摄 我们这次采取多机位 分角度的拍摄方式 多取全景 远景 以便带到周边的自然环境 好 我们当天去拍摄的时候 估计会出发十二辆车辆 这个事情由小王负责一下 然后在当天的菜品采集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确定 我们的菜品是在哪个菜市场 购买的 我们一定要保证菜品的新鲜 并且 宋家明 起床了 完不成李宇哲这个大变态的任务 你就死定了 宋家明 起床了 完不成李宇哲这个大变态的任务 你就死定了 对 对不起 老大 家明姐这几天为了忙这个策划 几天几天没喝酒 知道了 别打扰她了 让她说会儿吧 等一会儿她醒了 我送她回家 等一会儿她醒了 我送她回家 我送她回家 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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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是谁的办公室有沙发啊 我都有 趴在这里睡觉会落枕的 到时候 我可不想 一个歪脖子主持人站在我身边 知道吗 你这样会弄醒她的 哪那么容易被弄醒 你看她 睡得跟小猪似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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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室在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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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兰 你怎么 我 我去给家明姐找个枕头啊 坐在那种手里 走我 你run 好好好 然后 能好 把枕头 提借在这里 suppress 你们 Zither Harp 你怎么来了 知道你们节目一定会顺利通过 所以带着礼物来啊 宇珍 你看 这是九四年的《高兴趣》 你还记得九四年吗 是我们刚刚认识的那一年 《高兴趣》的红酒 你为了找它 费了不少心思吧 小事而已 要不然这样吧 你们节目拍摄当天 我带着红酒去给你们探班 顺便一起庆祝好不好 好 谢谢你 乙兰 让你费心了 词乙兰 爸 早 好 吃饭了 跟您商量个事呗 今晚能借您的车用一下吗 你又想干吗 当然是正事啊 我今天晚上有一个重要聚会 聚会啊 那不行 聚会免不了喝酒 喝酒不能开车 你还是打敌我比较放心 爸爸 雨萱 听爸爸的话 妈 妈 妈早 妈 坐 妈 妈 您尝尝这个生煎包 我一早排队去买的 听说这家的生煎特别好吃 又是生煎包 上海那么多好吃的 就不知道买点什么别的吗 妈 那您看您想吃什么 明天早上我再去买 奶奶不吃 我吃 妈 家具也按着您的意思 重新摆放过了 您再看看 哪里不满意的话 我们再改 不满意 哪儿都不舒服 真的 丽华 我真的不明白 这些年 我在国外 你依然在家里管家 这个家 你是怎么管的呀 还有你 乙轩 别光顾着吃啊 这么大个人了 就连收租金这个事 你都干不了 你以为我刚才没有听见 我听见了 你缠着你爸要开他的车 你开他的车干吗 好出去拉风 骗别人的女孩子 怎么又扯到火了 奶奶 我吃饱了 您慢用 妈 那您喝碗粥吧 粥比较清淡 粥 生煎包 都不爱吃 妈 这是怎么了 长海 我没做错什么吧 这 这也不能怪你啊 妈这几天呢 心里头不舒坦 她想摆回过去 住等的老洋房嘛 老洋房那个屋主 现在开了一下 生煎部在哪儿 说什么 给多少钱她都不肯卖 难怪我刚才提到生煎包 她像建的炸弹一样 好了 好了 以后老洋房 或关于老洋房的事 都不要急 手拿心灾 好吧 听说你们这次要到郊外去拍摄 还要去两天 怎么 再两天就舍不得我了 一天就不舍得了 不过啊 正好趁你不在家 我把你这个房间 好好给你收拾收拾 等你回来的时候啊 住着就舒服喽 嗯 麻烦你了 不怕再去检查一下那边的灯光 不麻烦 她的摄影器材一定要让她准备好 天啊不能迟到啊 佳明姐 我们这边都已经准备好了啊 好 一会儿加油 加油 佳明姐 你今天打扮得真漂亮 这怎么破这么大的洞呢 怎么办 我没有带替换的丝袜 没关系啦 公众不会看得那么仔细的 这怎么行 你是不知道现在的谈目多厉害 只要有那么一丁点的小瑕疵 就被吐槽得够呛 你说要是因为这个上了热搜的话 那以后我在这个圈还怎么混呢 你可以这么说吗 破洞丝袜才是今年的 最时尚潮流穿法 这怎么行 观众哪能接受到这个样 那干脆我拖下来吧 不穿了 算了 我再去帮你找一找啊 谢谢 你是 那天在冷冻车救我们的人 你好 我叫叶矣兰 和宇哲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你好 谢谢你啊 不客气 我经常出差会遇到这种情况 所以会在包里放几双备用的 刚好派上用堂 其实我今天来探班 也是想给宇哲帮忙 他是个完美主义者 很注重细节 所以千万不要给他敲戏的机会哦 他是很敲戏 你怎么这么了解他 我们是青梅竹马 从小一起长大 后来他去了法国留学 我每个周末 都会飞到法国去陪他 他的一点一滴 习惯爱好 我都很清楚 你不会是喜欢他吧 我是喜欢他 不过他还不知道 你要帮我保密哦 我希望可以轻口告诉他 抱歉 第一次见面就和你说这个 没关系 今天你帮了我就是我的朋友 朋友的要求我怎么能不答应呢 谢谢 对了 我今天还带了 我们相遇那年产的红酒 作为庆功礼物 与其他喝到这瓶红酒的时候 就可以明白我的心意了 放心吧 今天这瓶庆功酒 我一定让你们俩喝上 谢谢 盛映老师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导演 现场影准备好了 好 开机 每位一刻主厨片 第一次 五 四 三 二 开始 大家好 我是新主持人 宋家明 卡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不想听你的任何解释 好好好 再来一条 来来来 美味一刻主厨片 第二次 这一期节目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 西餐料理界的主厨 李雨哲 李主厨 今天要为我们观众 带来哪一道菜品呢 这次想教大家一道马赛鱼汤 马赛鱼汤 超适合在湖边烹饪的 地中海的气息迎面而来 再看看我们新鲜的原料 再配上 帅气的厨师 一定会做到第一位的 马赛鱼汤 卡 你在干什么 你是在拍电视购物吗 还是你在演小品啊 我拜托你 你的主持风格 就不能够再浮夸一点吗 还要再浮夸吗 我 我已经很浮夸了 我吃奶的这都使出来了 你好好反省反省 第三条 准备 等等等等 我总感觉哪里不对啊 到底你是导演 还是我导演 只要在料理台上 当然是主厨说了算 不是导演 不是导演 好吗 好好好 再来一条吧 好 那再来 来 《美味一课》主厨片 第三条 欢迎大家收看 卡 风景秀丽的地方为大家 卡 现在收拽 卡 卡 宇哲 这道菜里 卡 鱼烫 欢迎大家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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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没学会看看 看你个头啊 好 《美味一课》 主厨片 第21次 现在请李育哲主厨 为我们介绍今天的 马赛鱼汤 这道马赛鱼汤呢 它受众广泛雅酥贡赏 是法国人最常吃的一道 非常经典的菜式 下面我为大家展示一下 如何制作这道菜 第一步 我们先在锅内放一些 意大利香菜 葱和蘑菇 做调料汤 在做调料汤的同时呢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需要的海鲜制品 还有调味料 比如说 像柠檬 还有就是 马铃薯 就这么简单 好 现在所有的食材 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做的就是 卡 主厨啊 又怎么了 再这么拍就拍不完啦 请你们控制好现场 这么大的声音 我没办法专心料理 控制 我的天啊 这事打雷啊 怎么控制啊 谁啊 把打雷给我控制一下 知道了 控制完再教我 好 嘉明姐 你跟她说一下 时间真的来不及了 好了 好了 李主厨 你看 这一镜我们拍了 二十多条都没有过 现在天气不好 时间又紧张 你看我们可不可以 三步并做两步 直接进到下一个程序呢 这一镜头 西餐料理最讲究的是精确 没有步骤可以省略 把步骤省略掉了 要观众怎么跟着学呢 难不成你想让他们 凭着意想和猜测 来完成这道马赛鱼汤是吗 海产品加工的程度 和酱料的用量 都非常地讲究 甚至连罗勒的数量 都会影响到料理 最终的味道 你懂不懂 这些程序我们后期 可以再补充 您先将就一下镜头 等一下我吃的时候 会装作 很好吃 很好吃的样子 我李宇哲做的料理 绝对不会将就 既然要拍 就任任真真一步一步地拍 而且 在拍摄之前 你就应该知道我的原作 好 来来来 开始 来 每位一克主厨片二十四次 接下来大家要做的呢 就是切一些胡萝卜 就像这样 之后呢 家兵 有人掉水里了 和头畅鸣 请 家兵 共亲 现在 也会影响整个菜的味道 既然邀请了你 就要尊重你的原则 乐乐还有一箱呢 水这么浅 有这个必要的 这个白羊 有叶香罗乐也不早点告诉我 这个冰纱 遇到他之后就没有发生过好事 把这个喝了 别着凉 身体第一 你先把它喝了 还记得你说过的吗 你说希望有一天 你妈妈能在电视上看到我 我们好好地拍摄节目 好让你妈妈能看到 好 就谢谢你一会儿 好浓的酒味啊 当然了 这是九四年的大草 市面上很难找到的 这可是极品 对 录个节目也要带红酒 那腔调真是装出了新高度啊 不是我带的 是易兰送我的 好 丽植 你疯了吧 这个红酒是易兰送给你的 只能你喝 哎呀 它什么意思 终于也能猜得出来吧 爸 宇舟说了 再珍贵的酒 有没有健康珍贵 这瓶酒 原本是我们一起喝的 没想到它煮给宋家明了 九四年的红酒 味道应该不错吧 你也累了一天了 先回去休息一会儿吧 我们改成晚上拍摄了 没有 你也累了 金 艾伟的新款包 土吗 车萌 人萌 把我的心都给点走了 萌 就是我的相遇 你还是仨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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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othope 我要越多加迷你 之后 我怕她吃虽然 我怕她吃虽然 我怕吃虽然 我怕她吃虽然 我要 我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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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小佳 你那么紧急吧 原来是你个二货 你脑子还没挤人吗 你敢撞我 原来是你不交租的 我这鞋是意大利进口的 你开我 我开我的车 跟你的鞋有半抹钱关系啊 自己的虚荣自己买单 还有记得交租好赚钱 如果下次你再不交租的话呢 倒霉的就不只是你的鞋子 而是那些宝贝包包了 这是我的包包 你把我的包还给我 你背着我的二手包 还要不要脸啊 二手包 当然不是啦 晴晴 不要听那个疯婆娘吵扯啊 我跟你说啊 想清楚啊 你再胡说八道的话 我就把上次在厕所里拍的那些照片 全部发给你爸妈 亲爱的啊 我们走啊 喂 喂 叶宇轩 你快等着 不要 是吗 然后呢 先把被人抗衹上 别干嘛 crumble 黄黄 exploded 不是不爆 是时候未到啊 谢 我给你说啊 赶紧给我下车 你先派我的鞋啊 我告诉你啊 这可是全新的保时鞋跑车 你要敢擦坏一点点 你就等着更剩吧 好啊 那你接好了 我现在就还给你 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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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我赔你的鞋 你要赔多少就赔多少 但不是今天 改天好不好啊 我那可是限量快 你想要车 拿你的修理费来换 喂 喂 雨夕 喂 喂 喂 雨夕 雨夕 就好像设置了程序的机器人一样 就连这面无表情的样子 也像机器人 好像一点人性都没有呢 这 这明明是个温馨类的主题 怎么 那就让我 他就让火药软出来 谁他们变吧 想怎么演怎么演 大不了后期回去解 不过仔细看来 来了 雨来了 还是有一些瑕疵的 来了 雨来了 果然李主厨 也不是实全实美的 也不是实全实美的 佳鸣 干什么 把洋葱请 我是主持人 只负责紧说 我不管你是什么人 在我的厨房工作 就必须跟我一块儿动手 吃酒钱 怕你啊 我在家的时候 经常搬我爸干活的 来 这样 到底想干吗 这样 刀工讲究的是下刀准确 不要赢 不要握着刀队 要少万一人 切菜 可不是砍柴 故意的吧 还想占我便宜 导演怎么还不寒康 好 就这样 录个节目而已 要不要靠那么近吧 专心点 导演还没喊咖呢 今天不都是你喊咖的吗 要的就是这个招 全部都这么拍 收视率绝对暴脏 他们 这也是为了节目的效果 都是作戏 不要放在心上 我累了 没兴趣看了 我 是 是 我 不代表人品好 不代表人品好 卡 太棒了 今天终于让我喊早卡了 收工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记得了 小杨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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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兰 有人受伤了 乙兰 快点 有人受伤了 快快快 快快快 乙兰 怎么样 乙兰 你没事吧 乙兰 宇宙 赶紧送医院 我去开车 不行 老大 现场一定要有人负责 你自己不能处理一下吗 那我来开车吧 到了医院通知你 我来完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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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开车 moon 我 Vale 我得不开车 这种柠檬 我用了 请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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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上点药住两天院 没什么大碍 就可以回家休想了 谢谢医生 听见医生的话了吧 没事的 你别担心了 好好休息一下吧 我先走了 医生 我一个人害怕 你能留下来陪我一会儿吗 好 睡吧 生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大 你是不是有点喜欢宜兰啊 宜兰在的时候 你跟平时完全不一样 是吗 我平时什么样 你平时冷静 理智 照顾得到每一个人 可是宜兰在的时候 你眼里只有她一个人而已 你连对我都不怎么在意啊 我们三个从小一起长大 关系特别好 我对宜兰也是 如果喜欢她的话 难道不应该告诉她吗 你还没发现她喜欢的是谁吗 没有啊 好吧 她有提过 不是我 对吧 注定没有结果的感情 还是不要说出来的好 注定没有结果的感情 还是不要说出来的好 你手怎么了 没事 这么点小伤 你没听过一句名言吗 伤痕累累 才是最完美的人生 你怎么这么没心没肺啊 傻乐观 不好吗 等到我老了以后 坐在摇椅上面 数着我的一道道伤疤 给我的孙子孙女们 讲讲我这些往事 不是很浪漫吗 往事可以数 伤疤还是别流了 去处理一下吧 女孩子手上留下伤疤 就不好看了 走 你好 能不能给我一些烫生药膏和纱布啊 嗯 谢谢 不客气 忍一下 马上就好了 我就是这样的 你也不是那时候 你 responsive 那时候你不想着辞着 你什么意思 要急 你急 你急 夏明 你有没有发现 李宇哲对你的态度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有吗 他对所有人 不都是冷冰冰的吗 他对别人冷 是因为不在乎别人 对你冷归冷 却又特别想靠近你 你不信啊 你不信你慢慢观察 干吗啊 他干吗要想跟我靠近 我才不想跟他靠近 怎么了 他不好啊 在乙兰眼里 他可是男神哪 起码我觉得他没你好啊 差眼了 你不会想跟他说 这上好 很适合你 很适合你 啊 你不想说 你不想要 我现在哪 你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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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淡思绪又为谁 别再等梦幻化沉飞 朝已无需认飞 月影再有花 时光追不上流水 疼我们一无法追回 随风惺惺的水 神经无邪的时光 想从未应退的心碎 我们都会爱过谁 别离这救生的机会 神经无邪的时光 随着未应退的心碎 我们都为爱过谁 回首尖有你的余味 细雨绵绵 睡来见被魂修炼 诺言太远我看不见 留在远方回忆 在远方回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